在我们那儿 老母猪那绝对不是什么好词 它充满了蔑视 经常用在人做事磨磨蹭蹭的人身上 跟那个肥大肥胖的人身上 还有一个稍微文雅点的称呼 专门用来形容窝囊货 囤货是什么呢 就是母猪 换汤不换药 还是老母猪的意思 直到1998年 这个词突然之间跟我们村子里头的一个人 赵三绑在一起了 成了那年村民们争相谈论的一个话题 它多了另一层恐怖的意思 单说赵三年近六旬了 有两项绝活 杀猪打牌 杀了近40年的猪 也打了近40年的牌酒麻将 腊月的时候 赵三去牌场叫儿子吃饭 儿子回家了 他却坐在了儿子位置上 接连打了一天一夜的麻将 后来实在是撑不住了 一边摸牌 一边在嘴都犯困了 身上的钱呢 也输光了 才恋恋不舍的起身 顿时就觉得头晕目眩的 站不住了 扑通的一下 倒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 这众人叫来了村医 又是抠人踪 又是人工呼吸的 最后村医说是血压低 让多休息休息 然后从未打过掉瓶的赵三 卧在了床上 这薄薄的打了四天的点滴 发了四天的烧 直到腊月23这天 赵三哆哆哆哆哆的下了床 家里没有人 媳妇出去斗地主了 儿子出去打麻将了 儿媳妇带着孙子去干爹干妈家了 家里边空荡荡的 赵三顿时觉得没意思 他就想出门去转转去 天气又冷 看到同个巷子里边的老周 发现他正站在粪堆上 目不转睛的盯着猪圈里边的老母猪 那眼睛里边充满了爱意 赵三就走过去了 他也站在粪堆上 从口袋里边掏出了半盒烟 掏出两根来 给老猪分一根 俩人吞云吐雾的聊着人生 说着说着就聊到了两个人的年纪上 赵三跟老周都是同辈人 将近六十了 再一谈到岁上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 说着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寒风透过棉衣吹到俩人的老骨头上 他们都哆嗦了一下 老周又打量了一下赵三 说呀 三哥 你看你这眼窝咋陷进去嫩身呢 赵三作了作嘴 哎呀 老子 这杀猪的活啊 以后就得留给国君了 从今儿个开始啊 我就不摸杀猪刀了 他又指了指猪圈里的老母猪 问这母猪多大了 下过几锅娃子了 老周善善的说 养了六年 十锅猪娃子了 最后一锅就下了仨 这老母猪啊 不行了 你看看他那样子 这肉皮都松的 跟那老派的裤裆似的 赵三吸了最后的一口烟 把烟头弹到了老母猪身上 烟头掉下来 老母猪也是能吃的东西呢 就去拱 结果烫了一下 不满意的哼哼起来 赵三又颇有感触的跟他说道 老周啊 你算算 你家这老母猪 美窝猪娃子 都会分给韩瘸子家 和那个韩老杨家里 他们每年 都杀自己喂的猪 这也真奇怪了 那只老母猪 下的猪娃子 每一窝都有一两只 被我宰掉 老猪黑黑的直笑 哎呀 这就叫做 前世有仇 命里边注定他的子女 都得毁在你的手里 罗尔又问 三哥 俺孩子从新疆带回来的 河岛香得很 我给你拿几个尝尝 好嘞 赵三背着手 笑着 眼睛又朝着猪圈里边 那老母猪瞅着过去 嘴里边疑了一声 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这时候老周呢 这是最后一次 看到活着的赵三了 老周进了院子 被媳妇叫住 抬了洗衣机 然后去造屋里边 捡了几个鸡肉丸子吃 吃完了才想起赵三的 这嘴里边挨了一声 说看我这记性 急忙冲到屋里边 捧了一大把的盒子出来 奔堆上看不到赵三了 这个时候猪圈里那头老母猪 哼哧哼哧的叫得正欢的 老周往里一瞧 吓得是魂飞魄散 那老母猪正有滋有味的 啃食着一个人的脸呢 那人手脚还在抽搐 脸已经被老母猪啃得是稀巴烂了 行着衣服 跑不了 就是赵三 老周像娘们一样 失声尖叫了一句 换来了邻居们 众人带着铁帕子 就冲进了猪圈 朝着老母猪一顿的乱绝呀 说来也怪 那受性大发的老母猪 除了对赵三有兴趣之外 并不威胁任何的人 没过一会儿 这老母猪也被打死了 老周进院子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谁也想不到 赵三怎么就被这老母猪 给叼进猪圈去 活活的给摇死了呢 很多年之后 老周老得不成人样子了 坐在他自家的门前 这旧式重提呀 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说 全世有仇啊 对赵三儿子不满的村民呢 则说道 如果说那天赵三的儿子不打牌 赵三也不会跑到牌场 喊着吃饭 接下来的赵三呢 也不会屁股一沉 坐了一天一夜 更不会身子骨扛不住生病了 直到跌到猪圈里边 被老母猪给咬死了 不过这也太牵强了吧 鸣鱼又云 整天打鸟 被鸟啄了眼睛 这杀猪的老汉 被老母猪吃了 这个事儿 可真的还是奇闻呢